好爽喔 大約一層樓高的通天鄉 黃大哥輕鬆上肩 走起路來漸步如飛 跟大甲媽繞進走了二十二年 今年特別艱辛 黃大哥家住花蓮 強震當下水塔砸了 天花板垮了 本來為大甲媽準備好十柱 大貢箱鎮倒一片 其中三柱碎了 連繞進行囊都被壓住 開業車趕路 從花蓮排除萬難 抵達台中大甲 黃大哥說繞進不能中斷 鎮後家園之後再整理就好 從第十二年開始 與大貢箱結緣 起因還是一場家庭革命 大貢箱得用噴槍點燃 一路上除了要保持平衡 靠近人潮時還得扛得直挺挺 避免香灰不小心燙到其他人 這次運來七柱通天香 被震碎的三隻 黃大哥說打算在途中補齊 因為與媽祖十柱相承諾 不會因為地震受到影響 再提前往網址為李建英 台中報導